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雨霸 我們這個單元會在Google搜尋 輸入一個A的關鍵字 然後期望可以找到B關鍵字的結果 找到同時我們影片就結束 那我們今天要搜尋的關鍵字叫做 隱形的翅膀 那我們期望這個關鍵字可以讓我們找到 高嘉瑜立法委員 AKA港湖胖虎 AKA我們的 隱翅蟲的翅膀的原唱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對於不曉得這個梗是 是怎麼發生的還是點進來的人 我來簡單解釋一下 上個禮拜的大概好像也是這個時間 然後高嘉瑜他在某個地方的畢業典禮 現唱了這首歌 然後網路上有一個叫小尾巴的人 他就跑去幫這首歌伴奏 然後一半半上癮就是那個 回想還不錯 結果 哎呦居然韓國瑜先出現了 韓國瑜真的是 輸入各種關鍵字的人都可以找到韓國瑜 結果沒想到回想還不錯 結果他就玩這個梗玩了快一整個禮拜 那其實你問我個人而言呢 我其實兩天之前我就想要結束這個梗了 但是一方面呢 有人一直在底下留言就是說 嗯我好好奇這個梗到底可以 玩多久呢 所以呢 我是個很容易受到挑撥的人 所以我就開始進行了這樣的挑戰 就是 到底同一個梗 可以連續玩幾天呢 就是簡直是絞盡腦汁想說 哇這個梗到底要怎麼繼續 延續下去 那如果像今天其實我並不擔心不會 這樣有算找到嗎 呃 好吧 好吧 很好 還有 沒有 kung 您 新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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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